沙奇李凭借世界杯上的出色表现,加盟红军沙奇李年少成名,有瑞士梅西之美称,个子不高,身体强壮,脚下细腻,速度极快,缺点是有时候盘带有点多。 在本件世界杯上,正是沙奇李作为前场核心,个人打进一球,送出一助攻力扛瑞士队进入了16强,并且逼平了强大的巴西,以一胜二平的战绩从小组出现,在16战里,以一记者射球有些冤枉的输掉了比赛,利物浦的这笔交易完成得很快,特别有意思的是,这时埃及梅西和瑞士梅西到了同一队,1350万英镑。 瑞士国脚将身批利物浦,23号球一,双方签约五年,沙奇李可谓年少成名,早在2001年,就加入了瑞士豪门巴塞尔清逊,后来曾经在豪门球队国际米兰和拜仁慕尼菲效力,2015年加盟斯托克城,1200万英镑的转会费也是创下了斯托克城队的队式转会记录,他可以在场上打多个位置, 边峰和前腰都可以,上彩季出场36次,打进8球,送出7次助攻,遗憾的是斯托克城未能留在英超,从豪门到平民球队,再到豪门,命运可谓跌宕起伏,这样的心理落差要么造就一个心理巨人,要么是心理诸如,显然沙奇李应该是前者。 主帅克洛普表示,沙奇李是一名如此优秀的球员,签下他是一件想都不用想的事情,no brainer,根据OPTA数据统计,沙奇李在上赛季英超共创造出了77次得分机会,在飞前6球队当中,仅次于布莱顿核心俄罗斯,刚刚结束的俄罗斯世界杯, 沙奇李也创造了十次得分量机,对于利物浦来说,这是一笔非常好的签约。